看着这一幕的天庭联盟 以及大步之修 纷纷笑谈而起 这能操控四十万妖群之人 是个人才呀 可惜妄图以一人牵制所有 愚笨至极 用不了多久 此人必死 在这些议论中 罗冲握紧了拳头 对于孟昊这里 他很复杂 朵兰皱起秀眉 沉默不语 其旁的张文祖 始终脸上带着微笑 似下方的战场内 所有人在他眼里 都是蝼蚁罢了 可就在掠夺者联盟 追杀孟昊的那些 原英后期强者 眼看孟昊对他们毫不理会 恼怒之下 准备分散开去 灭杀巫神部落的寻常族人 逼孟昊与他们一战的刹那 巫神部此刻 余下的七千多族人 终于完成了布阵 一个个不再杀戮 而是开始了奔跑 随着他们的奔跑 雾气顿起 向着四周轰隆隆的翻滚 更是在这个时候 鹦鹉冲出 在半空飞舞 神色露出狂妄与得意 奸生大吼 来来来 和五音一起念 信五音 得永生 五音一出 谁与争锋 声音一起 立刻震动了四周所有的修士 掠夺者联盟的二十个部落族人 一个个目瞪口呆 就连黑龙大步也都愣了一下 全部诧异 与此同时 雾气翻滚间 越发浓郁 乌神部落的族人在这奔跑中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使得四周的掠夺者部落的修士不得不后退 一些来不及退出的就被卷入雾气内 立刻传出凄厉的惨叫 如被踩踏撞击 直接灭杀 这一幕不但让掠夺者联盟的二十个部落倒吸口气 黑龙大步也是如此 甚至在墨门上的那些天庭联盟 以及各个大部的修士 也都被这一幕震撼 齐齐看去 他们在喊什么 五爷是谁啊 怎么有些似曾听闻的感觉 而此刻的孟昊 则是乌神部落唯一在外的修士 他身影化作青烟 游走闪烁时 趁机继续灭杀那些原鹰初期的长老 随着惨叫的传出 立刻一道道红着眼的目光 齐齐落在孟昊这里 此地几乎所有的原鹰修士 都在这一刹那 看向孟昊 既然无法继续进攻乌神部落 那么孟昊这里 立刻就仿佛成为了最璀璨的光芒 刹那间 四周掠夺者联盟的二十个部落的原鹰修士 直奔孟昊而来 更有十多尊图腾圣祖 带着杀鸡直奔孟昊 这些强者足以让一切斩铃之下的修士亥然 哪怕是孟昊也决然无法在这些人的围攻之下存活 甚至只需要一次围攻 他必定全身崩溃 形神俱灭 这已经是超越了他能承受的极限 可孟昊要的就是这一刻 就是这一幕 在这四周掠夺者部落 近乎七成的强者与图腾 都向着孟昊这里带着杀鸡而来 目中煞气滔天的瞬间 孟昊的身体突然一顿 第一次彻底的停顿在了半空 他这一顿瞬间就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来自掠夺者联盟二十个部落 绝大多数的族人 还有近乎全部的强者 都在这一瞬带着强烈的杀鸡 与争鸣看向孟昊 身体猛的冲出 从四面八方直奔孟昊瞬间而来 死 阴冷之声回荡 这些人越来越近 眨眼间眼看就要对孟昊围攻的刹那 孟昊右手在橱大上一拍 立刻取出了一个木盒 高高举起时 他神色露出阴冷 一把将木盒打开 在这木盒内有一朵盛开的花 欲外心魔花 这一瞬所有的目光都下意识地看向了那朵花 在看去的刹那 立刻轰鸣之声 在每一个人的心神内强烈的回旋 整个战场在这一刹那 一片死寂 在这死寂的瞬间 这朵玉外心魔花开始了枯萎 此花尽管强大 可也有极限 四周的修饰太多 这样的人数使得这朵玉外心魔花加速了枯萎 这一点孟浩早有预料 实际上此花被他获得后 在研究中 孟浩已有些名物 可他要的也正是这短暂的时间 这一刻整个战场上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 只有末门城墙上如同与西末处于两个不同世界的天庭联盟与重大部之修 可他们的神色却充满了震惊 一个个鸦雀无声 齐齐看向心魔花 看着下方的战场出现了那诡异死寂的一幕 域外心魔花 没想到这巫神部落竟还保留了此花 此花虽说少见 可却鸡肋一般 但若是用的巧妙 却是至宝啊 朵兰呼吸急促 看着这一幕 心中那熟悉的感觉越发强烈 可还是没有想起孟昊到底是谁 齐旁的张门祖第一次神色内露出凝重 可也仅仅是凝重了一点而已 至于罗冲 则是倒吸口气 对于孟昊这里复杂的同时也有敬佩 周德坤眨了眨眼 他也没有想到孟昊这里居然还有如此之宝 在这末门城墙上众人被震慑的同时 战场上那些追杀孟昊而来的所有原营修士 还有图腾圣祖 一个个全部身体停顿的瞬间 孟昊出手了 血身第一个出现 带着贪婪带着对生命的渴望 刹那就扑向了十多个图腾圣祖 与此同时孟昊迈步而出 手中磨枪猛的一甩 呼啸间掀起滔天魔物 卷动无数面孔 直奔众人 紧接着孟昊深吸口气 眉心目涂腾幻化 身边火海滔天 更有双土之寒刹那扩散 其内金属性之力 无坚不摧 融入其内 五行之四 在这一刹那轰然爆发 化作了火海焚烧八方 化作了巨木灭杀众生 化作了金利 分割虚无 化作了双土 寒风冰天 轰鸣之声回荡 一切都是刹那间发生 没有惨叫 但一个又一个图腾圣祖枯萎 一个又一个原因修饰 身体轰鸣 这一切持续了整整八个呼吸 可这八个呼吸 对孟昊来说 是一场此战的逆转与崛起 四个呼吸的时间 孟昊的五行图腾之四 轰鸣爆发 横扫间席卷八方 成为了冲击 碰触到了四周那些 猿鹰修士的身上 一个又一个掠夺者部落的长老 在这欲外心魔花下 全身修为燃烧 不受自身控制 失去了意识 残留的抵抗 在面对孟昊的神通术法时 脆弱的不堪一击 随着巨响的不断回答 那些掠夺者联盟的众多寻常族人 一个个身体颤抖 神色茫然 仿佛灵魂出窍 只剩下了躯体 整个战场在这一刹那成为了属于孟昊的巴西 此人心狠毒了 之前吸引所有强者注意 趁机取出欲外心魔化 此人不但狠毒更有心机 不过他若以为凭着一朵花 就可逆转战场 调卸幼稚 此花有极限 最多十息 烟消云散 这十息它就算可以击杀 又能杀多少呢 甚至那些原英后期的强者自身的抵抗力 怕是六七息 就可不受玉外心魔花的影响了 莫门城墙上 众人纷纷开口 就在这时 第五息到来 玉外心魔花枯萎了一半之多 威力更减少了一些 甚至那些原英后期也都露出强烈的挣扎 似要脱困而出 孟昊双眼一闪 他没有继续杀戮 而是掐绝间一指大地 四面八方无穷妖气 瞬间来临 在他四周形成了一个外人看不到的惊天漩涡 这妖气漩涡无声无息的转动 使得孟昊全身 妖气滔天 在这妖气化作的威压下 失去了丝龙的操控 被玉外心魔花也同样影响了神志的 来自掠夺者联盟的四十万妖群 全部身体猛的震动 在他们的眼中 孟昊仿佛化身为了妖地 与那妖气中释放出了让他们不得不沉浮的威压 随着一只又一只的妖群低下了头时 巴西的时间刹那而过 玉外心魔花之街枯萎凋零 成为了飞灰消散 整个战场如同是从死寂中苏醒 所有人都在这一刻身体猛的一阵 从茫然中醒来 可紧接着 掠夺者部落的所有族人都发出了习气之声 神色内露出了无法置信 在他们苏醒的一刻 正是血身将第五个图腾圣族吞噬了全部生机之时 与此同时 孟昊的四周那些之前追杀而来的原鹰长老 有十三人身体在孟昊的四行图腾下 轰然崩溃爆开 若仅仅如此还不算什么 可还没等那些掠夺者联盟的修士 从这震撼中反映过来 孟昊的身体已冲天而起站在了半空 四周环绕他的四十万妖群 与此同时 一声声咆哮惊天传出 那是掠夺者联盟部落的天空上的四十万妖群 这些妖群全部咆哮中直奔孟昊这里而来 并非来站 而是环绕在四周融在了一起 向着孟昊发出了沉浮的斯明 在这一刻 八十万妖群惊天动地 在西末大地从远古以来直至现在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拥有八十万的妖群 这在所有人看去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可眼下 在墨门外的天空上 八十万妖群的咆哮撼动了苍穹 震惊了墨门城墙上的所有人 甚至就连墨土内天庭联盟也被震动 还有那些来到了墨土 具备展灵老祖的大步中 所有的强者都在这一刻 被这一幕深深的轰鸣 甚至有四道强悍的无法形容的神石 漠然间从墨土内呼啸蔓延而来 那是展灵老祖的神石 这神石带着强悍与蛮横 直接穿过墨门横扫西墨大地 凝望在了孟浩以及他的八十万妖群身上 这一刻战场彻底逆转 墨门上所有人都呼吸急促 待在了那里 也正是这一瞬 朵兰身体猛的一颤 他忽然想起了孟浩身上的熟悉来自哪里 是他 朵兰神色露出无法置信 一旁的张文祖 此刻面色极为凝重 望着半空中的八十万妖群 有些头皮发麻 战场上已经不需要巫神部落再出手了 也不需要黑龙大步厮杀 孟浩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这八十万妖群直奔大地的掠夺者联盟而去 所过之处大地震动 苍穹颤抖 天空成为了滚滚阴云 厮杀之声顿时传遍八方 凄厉的惨叫此起彼伏 掠夺者联盟的所有族人 包括图腾圣祖 包括族公等强者 都被这一幕幕深深震撼 想再击杀孟浩 可孟浩已藏身在了妖群内 八十万妖群环绕 如何去杀 想击杀乌神部落 或者是黑龙大步的族人 来逼孟浩现身 可乌神部落的阵法造诣 雾气滔滔 奔跑之影惊人 黑龙大步也都快速的冲入旗内 藏在里面 一个都不出现 在之前看到这掠夺者联盟有十二个部落时 孟浩就明白了 今日这最后一战 乌神部与黑龙大步 哪怕战立绝伦 可终究还是会败 掠夺者部落的族人太多了 而这一战哪怕是最后出现了奇迹 可若乌神部落的上万族人全部死亡 只剩下了几百 那么就算进入了墨土 从此之后也将再没有乌神部落 除非乌神部落 可以保留大半实力 以此踏入墨土后 与金光教融合 才可形成一股不弱的势力 可让乌神部能保留自尊 延续下去 这才是孟浩想要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想要达成 唯一的方法 不是修为的强弱 不是族人的多少 而是孟浩有明白 在西末大地上 他最强的是什么 他最强的不是五行图腾 不是修为之力 更不是法宝身体 因为这些比他强的大有人在 甚至图腾圣祖的身份 也没有丝毫作用 自身虽强 可面对二十万修士 如何能抵抗 磨枪霸道 但也仅仅是一把枪 孟浩明白 自己最强的地方 已是最大的依仗 就是封妖师的身份 这个身份在西末大地上 使得孟浩可以凝聚妖气 可以去操控近乎无限的妖群 它可以让一妖变得更强大 甚至超越自己的强大 它更是可以操控他们 去完成一切孟浩无法完成之事 这才是他最强的地方 也是巫神部落之所以 可以从西末北部 一路走到这里的原因所在 所以 域外心魔花的出现 击杀图腾圣祖 击杀园英长老 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是 孟浩需要在众多强者将他盯住 自身只要停顿一息 就有可能被围攻的局面里 争取到三到五息的时间 这个时间至关重要 且在这个时间内为了确保成功 他需要掠夺者联盟一百多个司龙 都失去对一妖的操控 只有这样 孟浩才可以一次性做到完美 而这才是孟浩取出域外心魔花的原因所在 他要的不是那些寻常读人的茫然 不是那些原因强者的迷茫 而是这一百多个隐藏在妖群内 孟浩看似没有丝毫注意的司龙 他们的昏迷 此刻他做到了 八十万妖群的惊天动地轰动了战场 惊动了天庭联盟 撼动了所有看到这一幕的 西莫修士 轰然而出直奔大地 冲向下方十多万掠夺者联盟的族人 这场最后一战 注定是腥风血雨 甚至在整个西莫的历史上 都将是一次不多见的战争 莫门上所有人沉默 看着这一幕 四周那来临的四个斩铃老祖的神石 也在关注这一战 啥 十多万掠夺者部落的族人眼睛红了 发出了嘶吼 齐齐冲来 与八十万妖群展开生死之斗 与此同时 所有的图腾圣祖 所有的元英修士 全部冲出 如同化作一支利剑 冲入妖群中 直奔孟号而来 杀了孟号 妖群自散 低吼传出 那是这二十个部落的族宫 在这生死危机之下 发出的咆哮 凝聚所有巅峰之力 直奔孟号而来 孟号在妖群内冷眼看着这一切 他四周的妖群飞舞 环绕八方 大地的战场死伤不断 每时每刻都有修士七例死亡 都有一妖四分五裂 战争的无情 在这一刻 孟号感受极为深刻 他看着这一切 眼前的世界不需要渲染 已经成为了红色 那是鲜血 又一妖的 又修士的 大地早已成为了血色 天空的子雨落下 也都无法让这血液的颜色改变 这是一场屠杀 妖群的绝对数量 使得哪怕是不断的死亡 也带走的一样是一个又一个 掠夺着部落族人 七例的惨叫死亡的癫狂 在这一刻上演出血色黄泉 这一刻上演出血色黄泉